大家学风水要干什么呀 有没有想好些 有没有想好 想好了 那告诉我学风水要干什么呀 要赚钱 要赚钱 很老实 还有呢 发财 生活更顺 生活更顺 还有呢 家庭 家庭和和气气 还有呢 旺丁旺财 旺丁旺财 还有呢 你们中间有没有是我的学生的 好像是没有啊 修行啊 这个有一句话是拿破仑说的 如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士兵 所以我带出的风水师不能够这么自私自利的 所以跟老师来学个风水 家里的风水好一点 赚钱多一点 那你不用来学啊 请老师去你家走一趟就好了 对不对 老师帮你家一条一条就搞好了 你来学他干什么呀 浪费这么多时间 这个世界上缺一样东西 这是大家必须面对的事实 就是我们今天 在今天的这个社会 无论东西方 都缺一种十分稀罕的东西 就是大事 却真正的大事 目前我接触的风水界 无论名气有多么小 或者是年代多么久 大部分达到大世纪这个水平的少 不能说没有 十分之七少 一个什么原因呢 教育的失败 就是所有的风水的教学 还有这个其他的 包括这个命理学的教学 一捕星象山 五大类技术的教学 实际上大部分都变成了 照着葫芦画瓢的这样的水平 就是不能自己真正的去创造 而完全是要看着树 或者是依据之前所学的东西 并且自称为风水大师的大部分人 所学的时间并不长 我曾经在德国柏林准备去踢馆 一个风水大师挂着牌子 风水大师 结果是我进去以后就没好意思踢 为什么 那个风水大师是个德国人 长着一副洋人的真的是洋人 然后白镜的个脸 然后还穿着我们的一个什么马褂 然后一副大师的样子 然后我就没好意思踢 然后但是跟他交流了一下 我就说你这个风水好不好死 好死 中文还会几句 请问阁下哪里学的 当然我去是以一个风水顾客的资格 这个身份去 不是说是踢馆的 我们华山论剑通常是高手不录身份的 然后他就说我要做风水 我先要了解你的背景 他说是在香港写来的 那么在香港大概交钱不少 那个时候我们这是十多年前了 我这个十多年前 将近二十年 二零 二零零 二零零几年吧 二零零一年 就是一下子十五六年了吧 大概这个时间 那么在德国柏林 然后是在香港 学了多久呢 三个月 大概是那个时候 他交的风水的学费是一万马克 一万马克 那个时候我去还没有讲欧远 还讲一万马克 学了三个月 一万马克学回来 然后就挂风水大师的牌子 风水master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交流了一下 所以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包括印尼走动了一下 台湾 台湾是可以说 我们今天是保存传统文化 最兴盛的地方 最完整的地方 但是发现了一些风水点特别准 就是他们的点龙穴点的特别准 龙脉龙线点的特别准 那么后来我就去寻访这些高人 结果是寻访来寻访去 都不在了 都去世了 都走了 都走了 那找到这些年轻的一代的呢 能够真正的通过这个礼行 这个地行或者这个山行来找到穴位的很少 基本上都成了忽悠派的 尤其以香港为代表的风水界 忽悠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忽悠的特别严重 那么恰恰大家现在在书店里买到的 很多风水书都是来自香港 都是来自香港 那么以为这个名称大的人呢 他的这个功夫就高 这个水平就转 那么这个并不知道这些风水师 实际上都是半调子来的 就是你们所学的东西根本是半调子的东西 我们叫三脚猫的功夫 那么他们所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你们刚才在喊的口号 发财呀 赚钱啊 望丁啊 望山啊 似乎听起来都很专业 实际上风水 你如果单单用在这个方面 都是太浪费的东西 风水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风水是真正的目的 是帮助那些要被我们帮助的人 通过风水来体验到道的存在 这个老子所说的 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弃成之 那么怎么去体道 体道于身 体道于心 通过这些事实真相 你们在调风水的这个 当然这个过程中 去带领他们去认识到 道是一种真正的宇宙生成规律 然后让每一个人去逐渐的去适应道 遵循道 然后在道的这个帮助下去生生不息 完成生命的进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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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